深盖博谷一日连续发生多起发现可疑物品事件 核桃市于早上6点至8点期间连续发生两起 附近小学也需要停课 记者于早上9点到达核桃市 La Buende Road和Levin Avenue时 只见多辆警车封锁附近道路 炸弹处理小组身穿保护衣 在一个被遮盖的小推车附近放置引爆装置 炸弹处理人员撤离 并劝保附近区域都没有人后 引爆气急向小推车向小推车推倒路面 据了解这已经是核桃市一日早上第二起发现可疑物品事件 另外艾尔蒙地警方于一日早上11点接报 表示Flare Drive第3400街区的富国银行大楼内 发现装有可疑粉末的物品 洛县消防局危险物品处理小组随后到场 证实那些粉末只是蛋白质粉 富国银行发言人表示 银行正全面配合警方调查工作